台東市有一間酒吧 今天發生斷掌事件 警方調查一名新北的21歲男子 酒後跟人發生衝突 遭到對方一力氣 將右手掌整個砍斷 右大腿也受傷 緊急送醫急救 人心道上一點一點的血跡 台東縣一大清早傳出驚悚斷掌案 二號上午六點多 雜貨店老闆娘正要開門 卻發現一名手臂滿是刺青的男子 到底哀嚎 上前關係還發現他少了一隻手掌 鮮血噴出流滿柏油鹿 在巷弄內被殘忍 斷掌到底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救護人員將男子斷掌一同送到醫院 警方進一步也發現 這起案件疑似跟附近夜店糾紛案有關 原來二號凌晨六點 遠景貨報大同路地下 沉夜店發生鬥毆 蔡信男子與三名友人飲酒狂歡 卻起了口角 三名友人一度打紅了眼 警方趕到現場勸架 把他們拉開 本分局今日上午五點五十四分 接獲報案 在台東市大同路酒吧 發生傷害糾紛案件 立即啟動快打擊力 持附現場 將江信等四名犯嫌一線刑犯逮捕 以為事情搞一段落 警方三十分鐘後再次結合報案 離大同路五百公尺處的中山路 經傳有人遭到斷掌 就是剛剛被毆的蔡信男子 他說自己被擄上車 被兩名男子毆打 帶到巷弄裡把手掌狠狠砍斷 警方火速逮捕 同行三人與四名嫌疑人 七人通通送往警局 警方一加重傷害 妨害秩序等罪嫌 把這伙人引送偵辦 大白天當街發生斷掌案 嚇壞不少人 而究竟七人是否為同貨 還需等到警方調查結果 藉著周常人聯名的台東報導